我們現在做了一部紀錄片是講古代法醫、宋慈、國安的故事 世界法醫學上很有地位的一個人物 800年之後的今天 圍繞著他的《西原紀錄》裡面出現的演示方法 用現代的案例或現代的技術跟他做對照 我參與了法醫秘蕩和法醫宋慈這兩個片子 是作為法醫顧問 給他們在法醫學上做了指導、修改或者補充 在法醫宋慈裡面我全程參與 我每年大概做100到150句 裡面的大部分案件都是從我個人過期的幾十年的案件篩選構造的 《西原紀錄》在國際上是公認的第一部系統接照法醫學的專注 醫生的報告早將近350年 法醫宋慈主要是介紹經典的法醫學 也就是法醫病理學會遮進另外兩個專業 一個叫法醫遺傳學 做血跡的檢查、經班的檢查、DNA的檢查 我們叫做個人識別和親子鑑定 另外一個專業就是叫法醫毒物分析 就要檢查這個毒物 法醫宋慈六集 他第一集就是舌毒案 主要是講獨立學 就是去驗毒 新婚之夜 老公回到棟房之後 突然就死掉了 仙雅 就說這個應該是他的新婚的老婆、妻子 把他毒死了 好,這個宋慈就到了這個地方 就發現這個案子有蹊跷 重新提審、重新開關驗室 判定這應該是毒蛇要身亡 宋慈那個年代要靠肉眼觀察 他能檢查這個毒蛇的牙痕 用銀針探紙重金屬的劈霜中毒 但是這種方法在現代是沒辦法做證據使用 我們找了很多毒蛇的抗體 這個純的毒蛇 然後跟這個死者體內的吸取物進行檢測它 是哪一種射毒,量子多少 毒蛇殺人的案例 在中國已經發生了很多起了 郊氏案這一集是郊區上突然就是失火了 然後想說痕跡的顯現 通過血跡來發現它的鑽的位置 包括它的實驗 現在這個法醫人體的分泌 我們主要是血液、金斑、漢藝 只要你有DNA留下來 現在做鑑定是出飛猛進的 國內去年報到比較多的白銀系列殺人案 利用Y染色體找到這個人的男性家族成員有同樣的一個Y 反過來再找,就找到這個反射線 這是我們現代DNA的技術和的一個突破 三連案主要是講到昆蟲 在宋慈禧錄裏面 是第一次有意識地、人為地利用昆蟲去報案 法醫昆蟲去報案 利用在個屍體周圍的昆蟲 最常見就是蒼蠅和蛆 是用蛆蟲的生長周期來判定屍體的死亡時間 可以鑑定這個屍體的死亡時間從哪兒遷移過來的 屍體腐敗以後 那這個時候靠屍體現象沒辦法推來了 蒼蠅它的躯殼就是很重要的屋子 法醫鑑定有一種說法 為生者權、為死者言 但是我個人認為它定位情懷還是不夠 實際上法醫更重要 大的宏觀上它是為了司法公正 可醫生一樣 醫者認心、醫者認輸 這個法醫是為了整個社會的人類的健康 因為我是法醫二代 86年我就做法醫 一直做到現在應該有33年 我從一個很青澀的法醫 到現在任何一個法醫求助我的時候 我都知道 第一是我的學習機會 第二個 這個家屬沒有依靠了 那到了我這裡 我應是最後一個屏障 我必須把它這個案件解決掉 我13年剛開始就開始做樣片 純入萬劫去跟他們去調研 突然放放放放就啪 就牆就會出現那種解剖的那種圖片 必須得強忍著一下 現在再回過去 看到了他讓我恐懼了一面 我沒有看到這個東西背後 他向法醫活著的人去透露的一些內容 對於科學或者對於真相有作用 我的印象特別深的就是周大學學生 那個王子強能去拍的時候 他就發現在他的辦公桌下壓著一個指紋 這是他10點之前的一個案子 就是一直找不到兇手 他就每天上班的時候 他都會把這個輸到庫裡去比對 就在我們拍完之後 突然一天我接到他的電話 特別的興奮 當然那天早上把這個東西又輸到庫裡去比對 十幾年之後重新就找到了這個人 法醫人 我覺得是對於這種真相的一種信念 技術是一個工具 但是這種信念和這種價值觀 更深刻在他們這個群體裡 你以為是藍河的 自己其實正常不視的 在你打電話 然後他在唯一見て 你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你愛你 你愛你